明星那些就场瞬间 观众提出奇怪问题 萨贝宁巧妙解释 非常不容易 可怜您的时候 您自己觉得自己可怜吗 哦 是这样 对 它真的是有点误解了 这个词的 在中文当中的含义 但是它懂得够多的了 对 我觉得这个词 你可能应该是换一个 把前面一个字要换掉 应该叫硬骨头 倪平在宣读春晚贺电 发现东西白纸 现场冷静发挥 我下面很高兴 我现在向大家宣布几宫贺电 一打开 四张空白纸 我脑子嗡的一下子 身上真的是立即 嘻嘻嘻嘻嘻都起来了 红旗拉普的什么纸转言 什么为保家为国 向祖国亲人问好 都是编了四张 我说谢谢大家 我就下来了 这是一封来自南沙群岛的电报 电文是这样的 我们是驻守在南沙群岛的海军官兵 虽然与首都北京远隔万里 但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网会的精彩节目 在被您建设奥运选手时 忘记另一个名字 何炯机制提醒 冠军 陈一斌 陈一斌啊 陈一斌 用一套金牌的动作拿了一块银牌 他公平吗 不可没有 等一下等一下 陈一斌不是电视界的呀 陈一斌是说象征的吗 冯哲是说象征的 冯哲 再说冯哲 一个练体操的这么帅的小伙子 居然被人称为是体操界的郭德纲 有没有想过他内心的感受 谁愿意把自己和郭德纲放在一起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郭德纲 对 但是郭德纲也没闲着 郭德纲最近也在反击 嘉宾舞台上说错话 和这种巧妙原场 一个弯弯的小姐弯弯的眼睛 就有人说她是这个蜜糖少女 就跟我们孙鱼是一样的 小姐姐姐 所以今天也想试一个微笑舞 对不对 好 郭德纲跟谁一起互动 就想着台湾美女的一个美女 唯一的一个美女 对不起 当然 我两个人是个小姐 越远越式的 数据实在范围已经起身了 要不是我在旁边挡着就出去了 要不海盗按住我 我已经跨出去了 他是说嘉宾里面唯一的一个女生 是不是 好吧 你说你就说一句话 还捅这么大个楼 孙男临时退赛 光寒神就吵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不过我会坐在这里 为我的弟弟妹们加油 好 是这样吧 既然我是这个舞台的节目主持人 那接下来就用我来掌控一下 首先我要请导播抓紧时间 跟我准备一个三到五分钟的广告时间 谢谢我待会要用 一个成功的节目 有两个密不可分的主体 除了这个舞台上的七位歌手之外 还有电视机前的一万观众 和现场的这么多观众 我之所以不害怕 是因为你们还真诚的 踏踏实实的坐在我的面前 我还可以从各位期待的眼神当中 读到你们对接下来 每一位要上场的歌手 他们即将演唱歌曲的那一份期许 谢谢大家